我有过跟你们一样的时候 每天焦虑迷茫围绕着自己 那个时候我比你们更不堪 更加的懒 但是我没有将自己的命运交给老天爷 更没有将自己交给别人 我送过外卖 跑过同城快递 摆过地毯 后面到拍视频 开直播 一路走来都是靠自己 很辛苦 很累 但我一直都还坚持 很多人说我身败迷恋了 圈子没了 没有挣钱能力 圈子没了 我们可以再换个圈子 结交新的朋友 还有人说 我没有一技之长 不知道去做什么 我想说的是 在当今这个时代 我真的觉得 赚不到钱的只有奶 这个时代一定有一个位置属于你的 你一定能靠自己走出一片天地 手机 电脑 你总会用的 为什么不跟我一样去尝试下拍拍视频 剪辑剪辑 这是一个非常低门槛的职业 非常轻松 工作很自由 说实话 见效也挺快 收入呢 勉勉强强强还不错 有工作的朋友 你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兼职来做 增加一份收入 如果你没有工作 那你就全身心地投入进来 很多人都是通过网络 让自己动身再起 虽然说做起来很难 但是你不做 你永远不可能有希望 我刚开始接触这个东西 也是一点点学习 一点点摸索 没有什么人教我 更没有花一毛钱去学 现在信息时代这么发达 网上搜一搜 大把的教程 只要你用点心 你就一定可以入门 我们身在一个网络的时代 如果你用错的地方 可能会一无所有 甚至跟我一样 妻离止善 但是你用对的地方 一定会有一口饭给你吃 路就在自己的脚下 机会一定是在你努力的过程中出现的 勇敢地迈出第一步 我行 我相信你也行 一起加油